您现正收听的是由谢涛播讲阿詹制作的听世界战国第五季各显神通 欢迎您关注谢涛的微博随时留意故事进展 在新浪微博上寻找谢涛微博 或加入听世界听友群群1-12130-6944 群2-12130-6466 加入听世界与同好分享历史的精彩 听学行走文化感悟 听世界世界 所谓兵来将党水来吐烟 你有什么样的毛我就准备什么样的盾 楚国投靠了齐国秦国人当然也不会干瞪着眼等着人家来揍屁股 宣太后是下定了狠心了 把自己的儿子京阳君也送到齐国交换孟长军 以便和齐国也搞好关系 孟长军在齐国本来就不受国君待见的 即使攻打秦国也没什么必胜的把握 退一万步来说 在齐王的心里也是不愿意打仗的 打仗的目的是为什么 不就是换取和平吗 如果楚国和自己结盟 又能赶走孟长军这个眼中钉 何乐而不为呢 相反 孟长军显然要比齐王目光长远 他很清楚地认识到 秦国存在 中原无宁日 可是不行啊 齐王已经决定要把孟长军派到秦国去出差了 于是孟长军就带着自己的门客向西入秦 并且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孟长军跑到了秦国 这一举动再一次触发了新的危机 这一下轮到赵国不高兴了 太乱了是不是啊 没办法呀 就是这么乱呢 赵国显然觉得秦和齐两家联盟给自己带来了威胁 自己一左一右都有两头狼蹲着 这能不害怕吗 于是赶紧给秦国施加压力 可能您会问 赵国这个时候有资格给秦国施加压力啊 有啊 秦国当时正处于战乱之后乱糟糟的局面 而赵国那时候正是历史上最强最强的 赵武凌王的时代 而且秦王就任跟赵武凌王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赵武凌王一手把他推上去的呀 所以当时赵国对秦国人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赵国就向秦国人放话了 一定要秦国宰掉孟长军 那秦国肯定不乐意了 商鞅法令焚尸书五十年过去了 秦国上上下下 识字的人都很少见 我们刚刚经历内乱 急需振兴 好不容易弄来一大批人才 你却横加干涉 那真是饱汉不知恶汉鸡啊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赵国一见来硬的不行 那就背地里下功夫呗 派人到秦国的大街小巷 做秦国政府里边高官的工作 说孟长军如何如何不地道 如何如何打算在秦国抢位夺权 同时对秦国表示说 哎呀不就是一个相国吗 只要你们把孟长军给干掉了 我们陪你一个就行了 楼环 楼相国 听说过吧 我们赵国最有台的人呐 这个赔给你 只要你干掉孟长军 楼环的名头也比较响亮了 在赵国除了肥义就是楼环了 秦国上上下下仔细地盘算了一下 好像楼环过来帮助发展也不错 留着孟长军还得开罪赵国 况且这个齐国人 肚子里有什么花花肠子还不知道呢 得了 干掉他也行啊 这个消息是瞒不过孟长军和手下的能人意识的 在秦王正式动手之前 孟长军慌不择路 鸡鸣苟道地逃出了秦国 这个故事之前谢陶也为您讲过了 好吧 外患摆平了 宣太后忙活了有一阵子了 这么乱的世道 秦国居然在宣太后当政的时期没有出现大的乱子 他仿佛就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他不仅懂得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旗子 更能够合理地运用自己的身体 古龙大侠就说过 女人最致命的武器就是他的身体 孟长军狼狈不堪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秦国 心里很是不服气啊 齐齿大辱嘛 于是跑出了秦国第二年 孟长军就积极地谋划 齐、韩、魏三国联军攻秦 这一回的声势和以往大大不同了 因为秦国内乱以来一直没好好地喘过气 孟长军抓的就是这个战机 好了 秦国不得已向赵国求援了 你不是派个楼缓过来了吗 你是我自家人哪 赵国当权的是赵武灵王啊 他是做梦都要灭掉秦国的 他能来支援你 答案想都不用想嘛 赵国答应了秦国派兵援救 背地里却笼络秦国西部的义渠首领 东西夹击之下 三国联军竟然真的就攻入了寒谷关 宣太后被打得焦头烂额啊 当一国之主这活儿 简直就不是人干的 怪不得老秦家两代祖先都那么短命 都是给吓的 都是给累的呀 宣太后不得已下令 割地求和 孟长军赚足了面子 就泼下驴 然后撤军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一次战斗 最大的赢家 不是山峰点火的赵国 也不是扬眉吐气的孟长军 而是来自于西面的义渠首领 他赚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不仅是指赚了政治上的便宜 也赚了一个人的便宜 这个人就是宣太后 嗯 义渠的首领赚了宣太后的便宜 这话没说错吧 还真没说错 他真的就凯了宣太后的油 具体的故事 咱们下次再说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 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